你听我解释 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是不是 我刚刚就是想和你说这个事情 但没来得及 你有病吗 别跟着我 这就是你的新环吧 我今天都要看看 你们细缩真正的爱情 你闭嘴 好好的一个小姑娘 你什么不干啊 你干这种沙塞烂的事情 我的父亲 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艺术家 她的艺术成就非常的瞩目 相信在座的各位 都有所了解 身为她的女儿 今天在这儿 我想对我父亲说几句话 其实在今天之前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并不和谐 我们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互相联系过对方了 我一直以为 我们两个人 情感之间的纽纳 可以淡薄到忽略不计 但是在我知道 她去世的那一刻 我才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两个人 灵魂的深处 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我们有着 非常相似的性格 非常雷同的处持方式 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 她们都在我身上 留下了身世的痕迹 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是他的女儿 这是永远无法更改的事实 当时我非常排斥这句话 结果到现在 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孩子 我感谢我的父亲 感谢他给予了我生命 一切的因果是非 都已烟消云散 我希望他在此 可以获得永恒的平静 好 沈光药 醒若 说得好 他不是死了吗 什么情况 他说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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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儿 沈叔叔 他 他不 你怎么过去 你别说我 都来了啊 一天之内 能见到这么多的老朋友 我这场仪式就没白办 我之前一直会想 如果有一天 我要是离开这个世界 大家究竟会对我有 什么样的评价 所以啊 我就举办了这场告别仪式 也想听听大口的心灵话 本来呢 我是应该在这场告别仪式 最后的环节 来一个闪亮登场 但是我女儿刚才讲的那番话 我特别地感动 所以我没控制住 我提前冒出来了 感谢我的女儿 是她 让今天这场告别仪式 蒙上了一层新的含义 我也特别高兴 她能够告别 之前的那些怨恨 让我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获得了短暂的新生吧 晴若 爸爸 爸爸 谢谢你啊 还要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度假村的老板 也就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陆行妍 是她 事无巨细地帮助我 操持着整个仪式 最重要的 也是要感谢她 为我和我的女儿 创造了这样一个 难得的机会 让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不留遗憾了 好 好 好 停 开女路 停 停 听我解释 你早都知道这件事是不是 我刚刚就是想和你说这个事情 但没来得及 你有病吗 别跟着我 景录 女儿 景录 难道你不想跟爸爸说的什么吗 啊 我想说的 早在开场说完了 妈妈知道 跟你撒谎是爸爸的错 但是这么多年 妈妈心里一直很惦记着你 什么这种方式来接近你啊 你还真是好口才啊 都改不了实时 习惯性的撒谎 被你包装得这么冠冕堂皇了 方老师 你在这儿干吗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 你人都死了 我总要过来祭奠一下吧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们俩结束了 你怎么被你缠着我干什么 你生病几年 我为你跑前跑后 我连工作都丢了 我照顾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你不爱我了 我现在倒好了 你说出国看变了 半年时间就有了新欢 你的爱就这么廉价吗 我是你的妻子 你能负一点责任吗 快 快 快 你闭嘴好吗 我凭什么闭嘴 我哪一说都不是事实了 这就是你的新欢吧 我今天都要看看 你们迅速了真正的爱情 你闭嘴 好好的一个小姑娘 你什么不干啊 你干这种沙塞烂的事情 别闭嘴 谁说沙塞烂了 你在说什么呢你 你们要已经分手了 我跟国耀才是真爱 有什么做 是 国耀谈恋爱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呢吧 她给你那多少真爱啊 两三钟还是三分钟啊 闭嘴 不就是为了钱 你赶紧开啊 开 准备 你能经济 谁不可以 你跟谁不把你 姐姐 姐姐有点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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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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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老子